直接開啟 點兩下 那開啟它會本來是大大的 你就把它縮小比較像手機 然後並且允許內容一下 它看到就會這樣子點進去就會 比如說三個連結嘛 那第一個連結就最新消息 那最新消息底下的話就會有這些東西 底下東西 這個最新消息裡面要用到文字 都會在這個data裡面 所以最新消息你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把它複製貼嘛 最新消息它就是下面這一串 所以你到時候就是用什麼複製貼過去 再新書登場就下面這一串 再來課程內容就是這一串 反正主要我們只是練習 你就是等於是知道有有三個 三個標題 所以 一二三就對了 三個東西 那coco 當然未來 你們後面練習的話 也不見得一定要用這個 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些相關的素材 比如說可能 李白的詩精選 有沒有就點下去 李白的第1首 李白第2首 李白第3首 那也就是說一個 清單就可以了 你就找幾首詩 OK 那你就可以把它連結過去 另外的話呢 我們會需要用到的那個圖在這裡 那個logo Logo檔就這一個 所以你那個Logo檔 我剛剛給各位看到的 這個上面的這一個Logo 其實也就是從這一邊 所產生的 OK 沒跳回去 類似像這樣 OK 知道就可以了 有點壞掉了 沒關係 待會做不要壞掉就好了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按照那個剛剛的步驟 所以 剛剛的步驟 這個123 沒問題 123沒問題 然後再來的話呢 做出來就看到右下角會長這樣 你可以把它分割 那2的話呢 記得 就是 請你在 Body跟Body 有沒有 Body跟斜線Body中間 按個Enter 就在哪裡 在這邊 記得要把它 設計對不對 把它變分割 請你把游標放在 這個Body跟斜線Body的中間 那做什麼呢 我們要做插入那個頁面的動作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位置要注意 然後切 切成傳統 OK 然後呢 我需要什麼 我需要插入 4個頁面 一個叫Home好了 第一個叫Home 為什麼 因為就是主頁嘛 後面會連3個 Page123 所以它的架構大概是這樣 那我要怎麼樣插入這個頁面 特別注意喔 它的位置 請注意 1 先把這個Body 游標放在這邊 2的話呢 請你找到 因為剛剛我有切到傳統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切到傳統 你上面可能 假設設計師的話 你上面會 少一個那個 工具列 有沒有 如果你切到那個 傳統才會看得到 工具列裡面 上面這個 這一列 主要我們會用到 切到這一列啦 所以如果你沒有切到傳統的話 他這一列就出不來 那我需要用的是這個 叫 JQuery 這個 這個Mobile 這個 JQuery Mobile 這一個頁面喔 那主要其實 我們要把網頁 變成 手機可以用的 主要是靠他 這個東西 JQuery Mobile 那這個東西 他實際上就是 類似一個外掛的 套件 而且跟各位講喔 這設計這個套件 是一個 好像芬蘭年輕的 好像才二十幾歲而已吧 他就可以設計出這種東西來 首先第一個 我們 先把 本來 Body 中間沒有空 你就把 Enter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在 這個 網頁裡面 插入一個 JQuery Mobile 的頁面 插入頁面在哪裡 各位請看一下 JQuery Mobile 頁面在這裡 這個喔 找到頁面 那我需要 四個頁面 有沒有 他的結構一定是進來 是首頁 然後呢 首頁下面的話呢 會有 三個頁面 那這三個頁面呢 還可以再回到主頁 這應該很簡單的架構啦 其實就是一個網站 所以其實學這個也有點是 學 怎麼樣做網頁 怎麼樣做網站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 第一個 然後插入一個頁面 好 不過他會跳出說 你這邊需要有 因為你會用JQuery Mobile的東西 所以按下 之後的話 他會出現說 那我要不要幫你放一點東西在這裡 他裡面會用到的相關的外掛 其實韓式庫 都會問你要不要直接選 確定就好了 反正第一次按確定 好然後呢 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這個 Page要叫什麼名稱 那我把他名稱叫做 HOME好了 第一個叫HOME 然後呢有頁手也有頁尾保留好了 按確定好 這個時候的話你會發現多了什麼東西呢 哇一堆東西 有沒有 不過你先不用理他啦 反正主要 這個是JQuery的東西這個不要 主要是他幫我加了 這個反白的這一塊 OK這個就首頁喔 那接下來我還有另外還有三個頁面 Page123的話 請特別注意喔 請你在陸陸續續加 不過特別注意加的位置喔 請你游標 再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區塊的下面喔 你不要直接就在插入頁面喔 請你在 什麼呢 反斜線body的上面 這邊可能enter幾下沒關係 然後把它隔開來 再插入第二個頁面 這個頁面名稱就是Page1 按個確定 有沒有要放 請特別注意喔 你插入頁面的時候之前有同學喔 就是放錯位置好像放這邊結果再把頁面又放在裡面 然後又把放在頁面放裡面再會造成什麼問題將來沒辦法連結 會點奇怪怎麼連不過去 主要是因為你插入頁面的位置錯誤OK 再來一樣在反斜線body上面 這邊 再插入 第等於Home嘛 Page1 然後Page2 OK 然後再來就Page3 在這個上面 再插位置特別注意一下 錯都錯在這裡 Page3 OK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產生了 總共 有 1 其實點這邊也可以啊 這個是Home嘛 他的 你也可以從 這邊 左邊 或者是左邊也可以看到他的ID ID 叫Home 這個叫 Page1 Page2 Page3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總共四個頁面 那我們先把它先存一下好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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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